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名,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堡 我们接着来讲如何正确地认识二乱德国的反洋主义 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洋主义 它实际上是一种由各种不同论断组成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它所描述的并不是真实的犹太少数群体 而是反洋分子心中符号化的那些他们不愿意承认 也不愿意去了解的各种他们所感到的威胁和恐惧 比如呢,对亚来人血统毒害的恐惧 对于马斯主义革命的恐惧 对于贫富极度分化的恐惧 那么这些恐惧汇集在一起 就造成了反洋分子所谓的犹太人危害世界的理论 德国在1912年到1919年间经历的一连串的创伤 包括右派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军事上的挫败 革命 失控的通货膨胀 以及经济崩溃 都彻底改变了德国政治 右派成长的代价是牺牲了中间派 在右派之中 激进派或者称之为新右派的成长 则牺牲了传统主义者 或者是老右派 而妄想性反右主义 也相应的从一个边缘现象 成长成为了纳粹的核心概念 而纳粹在1932年夏天成为了德国最大的政党 并且在半年之后成为了德国执政党 尽管纳粹在德国的上台 使得德国的反右主义历史不同于欧洲任何其他国家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纳粹从来没有在自由选举中难过超过37%的选票 而且呢 他的票数也低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加起来的总票数 那么也有人认为 投票给其他政党的选民 很有可能在反右主义上和纳粹是一致的 但是以当时人类个体的发展水平 特别是德国大众的思想意识 很难想象 反右主义议题占有很高的优先级 所以我们无法论证 在1932年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绝大多数德国人 在犹太人议题上和希特勒一起同心 其实西方史学界一个主要的争论 那就是到底是人们相信了纳粹主义 进而接受反右主义 还是说德国大众是因为反右主义 才赞成纳粹主义 我认为呢 潜准观点比较符合现实的情况 而且即使在1933年之后 接受纳粹主义的德国大众 开始接受反右宣传 但是即便在纳粹党内 也存在关于如何处理犹太人的意见分歧 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只是其中一种极端的观点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 把反右主义 直接就等同于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 希特勒的保守派盟友 支持将废除犹太人解放 以及隔离犹太人 作为民族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他们努力终结所谓犹太人 对德国生活的过渡影响 但这种想法呢 相比较于解散工会 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议会民主 或者是重整军备 恢复德国强权地位来说 优先级是比较低的 而且呢 在统治阶层内部 意见也是不一致的 包括兴登堡总统在内的一些人 希望那些通过忠诚的效忠祖国 而证明自己值得的犹太人 应该能够被豁免 而教会当然也希望 豁免那些已经改宗的信徒 之所以反右在纳粹上台之后 能够向前推进 这主要是因为 帮助纳粹上台的保守派 他们所设想的 反右的充分措施 和纳粹认为 勉强算作第一步的措施 是重叠的 不过纳粹比保守派 更清楚地了解 他们之间的距离 而保守派 却并不了解 纳粹的真实想法 当他们和纳粹 持不同意见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他们和纳粹的力量对比 这个时候 已经无法扭转局面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德国的一般大众 到底是如何看待反右的呢 大部分的德国人 是否被纳粹的反右主义 洗脑了呢 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 他们针对1933年到1939年 这时期 给出了对德国人的区分 历史学家们认为 当时有少数的纳粹党内的积极分子 他们将反右主义 当作具有急迫性的优先事项 但是大多数的德国民众 并不是这么想 除了那些积极分子之外 绝大多数的一般民众 并没有大声疾呼 或者是要求 采取反右措施 但是大部分的普通德国人 他们也接受纳粹政权制定的 反右的法律措施 这些法律措施呢 包括1933年 结束犹太人解放 并将犹太人赶出公共职位 1935年 社会性放逐犹太人 并在1938年到1939年 完成没收犹太人的财产 尽管德国大众群体中的大多数 同意对犹太人进行法律迫害 但是对于纳粹党内激进派 针对犹太人采取的流氓式的暴力 他们却持批判态 1933年的抵制 1935年爆发的多次破坏犹太人的财产事件 尤其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 这都在多数德国民众中 产生了负面的反应 然而最重要的是 纳粹的这些法律措施和行动 就让犹太少数族群和一般民众之间 出现了一道鸿沟 一般民众虽然在刚开始 并没有被动员进行强硬而暴力的反游活动 但是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命运 日渐的无动于衷 被动而漠不关心 反游的法律措施 之所以被德国大众广告接受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呢 是这类措施让德国人对于 制止令他们极度反感的暴力行为 报有希望 德国大众呢 简单的认为 有了法律之后 在街头所发生的那种 对犹太人的随意的流氓式的暴力就会减少 第二点呢 是大多数的德国人 接受将限制甚至结束犹太人 在德国社会中的角色 当作是一个目标 这说明德国大众 他们并不真正的关心 犹太族群 他们只关心 他们的社会 他们的生活 会不会因为犹太人问题受到打扰 如果受到打扰的话 他们认为 牺牲犹太人的权益 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 但是德国大众的这种想法 对于纳粹政权来说 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对于那些激进的 反游的纳粹分子来说 他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 1938年 德国大众所充当的 旁观者最终将成为 1941年到1942年间 种族灭绝的执行者 关于在战争期间 历史学家们基本达成共识 那就是 反犹太主义的真正信徒 和一般的德国民众 反犹太度是不仅相同的 而纳粹政权的 反犹太优先性 以及种族灭绝承诺 也没有得到普通德国人的支持 普通德国人是知道 如何区别 可以接受的 对犹太人的歧视 和不可接受的 种族灭绝的恐怖 当人们越知道 大规模屠杀的消息的时候 公众就越不希望 被卷入到 犹太人问题的 最终解决方案 但恰恰是 德国民众 对于犹太人命运的 极度冷漠 给了纳粹政权 推动其激进的 最终解决方案 行动自由 有一位历史学家 说了这样一句话 通往奥斯维新的路 是由仇恨建造的 但是却由冷漠铺成的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 觉得冷漠这个词 过于平淡 所以呢 他们换了说法 说的是 消极共谋 或者是客观共谋 也正是因为 在德国国内的 普通德国民众 对犹太人问题 是冷漠 无动于衷 甚至可以说 是冷酷无情的 所以 他们到了 东部占领区 也就会变成杀人者 但是这些普通德国人 在东欧占领区的变化 并不仅仅是因为 反友主义 因为如果只是因为 反友主义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在德国国内 就已经变成杀人的凶手 普通德国人 和纳粹的共同基础 并不完全是反友主义 更不可能是 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普通德国人和纳粹的 共同基础 是来自于 对法尔赛条约的否认 也就是拒绝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决 以及对东欧诸国 热曼种族的优越感 还有就是激烈的 反共产主义 而到了东欧占领区的 普通德国人 与其说改变他们的 是1933年到1939年 在国内独裁统治下的 亲身经验 不如说是1939年到 1941年的 事件和局势 德国正处于战争中 而且这是一场 带有征服性质的 种族战争 这些普通的德国人 被派驻在 被宣布为是 略整人土地的 战争区 他们在这些领土上 遇到的犹太人是陌生的 是异国的 东欧犹太人 而不是已经被 同化的中产阶级 德国犹太人 而1941年 又增加了 两个主要因素 那就是对 布尔什维克的 意识形态的讨伐 以及毁灭战争 这种战争时期 局势和脉络的变化 自然会对在东欧的 普通德国人 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里一个最明显的情况 就是在最终解决方案 实施之前 也就是1941年下半年 在苏联领土 包括1942年春天 在波兰和欧洲的 其他地方 纳粹政权 就已经开始 进行了种种屠杀 包括七八万名 德国身心残障人士 数以万计的 波兰知识分子 数万名 报复性枪决下的 非战斗人员受害者 以及两百多万 苏联战俘 已经有很多 普通的德国人 心甘情愿地成为了 扎死这些受害者的 贵子手 显然 从1939年9月开始 纳粹政权 日益有能力 正当化 并且组织起 规模惊人的 集体屠杀行动 而这种屠杀行动 并不取决于 暴行实施者的 反犹太主义动机 以及受害者的 犹太人身份 西方史学界的 一些专家曾经持一种观点 他们认为 参加最终解决方案的 德国普通人 他们是心甘情愿地 贵子手 他们是满怀热忱的 满足了他们对 犹太人的嗜血欲望 说他们是乐在其中 认为德国人 对犹太人实行的 个人化暴行 以及虐待的数量和性质 是与众不同的 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认为 德国人的这种暴行 在漫长的人类野蛮史中 都是独树一帜的 德国人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的表现 是一种着魔的反犹主义 可实际上 在二战期间 德国纳粹反人类的行为 并不只是 仅仅局限于 犹太人的身上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 就是在1941年10月间 才刚刚决定 要杀害所有欧洲犹太人的 纳粹政权 推发了自己早前 对苏联战俘的立场 下令从此之后 要将这些战俘 用于劳动 而不是直接让他们死于饥饿 疾病和日晒雨林 奥斯维辛的负责人 接到通知 他将接受到一大批苏联战俘 目的是要在比克纳 盖一座新的集中营 这个计划在 希姆莱优先事项的清单里 排序是很高的 简而言之 无论是经济的理由 或是上级的命令 都只是奥斯维辛方面 应该让苏联战俘活下来 并且让他们从事有用的劳动 那么1941年10月 近一万名苏联战俘 就抵达了奥斯维辛 然后被送到了比克纳 到了四个月后的 二月底 只剩下945人仍然活着 存活率只有9.5% 这就意味着希姆莱的命令 将苏联战俘用于一项 优先级很高的建设计划 并没有能够扭转集中营人员 将劳动力拿来施以酷刑和灭绝的 根深蒂固的习惯行为 实际上在集中营体制之内 早在犹太人成为囚犯人口中 一大部分之前 将劳动力拿来惩罚和虐待 而不是从事生产 这已经是这个制度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呢 在整个战争期间 由于集中营人员对于经济理性的 顽强抵抑和抵制 将集中营劳动力利用于生产的努力 持续遭到了失败 事实证明 无论囚犯的族群是什么样的身份 集中营文化都是以灭绝他们作为主要的目的 不过呢 从二战期间长期而言 对于苏联战俘凶残的待遇 最后确实是改变了 而对于犹太劳工凶残的待遇 除了在一些小的地方之外 则没有什么改变 但这只是表示 尽管制度惰性 以及对苏联战俘的谋杀性行为 最初持续存在 但最终呢 遵守政府的政策 还是占了上风 不过这并不是为了证明 斯拉夫人 也就是苏联战俘 和犹太人的命运有什么不同 主要是因为文化造成了 对这两组受害者的态度不同 德国人呢 在苏德战争的头9月里 造成了大约200万苏联战俘的死亡 这远多于截止到当时为止的 犹太人受害者的人数 这些战俘营中的死亡率 也远远超过了 最终解决方案之前 波兰犹太人区域中的死亡率 纳特政权改变政策 要杀害所有犹太人 改变政策 不要饿死所有的苏联战俘 与其说 这个事实 可以衡量出德国社会的态度 倒不如说 它衡量出了希特勒 和纳粹高层的意识形态 优先排序和执念 苏联战俘在最初几个月的惊人死亡率 首先表明的是 如果这还是这个政权的目标的话 那他就有能力 利用普通德国人 杀害无限数量的苏联战俘 苏联战俘 在进入到1942年春天的时候 仍然持续有大量的死亡 证明即使政策改变了 但杀人机构没有关闭 机构人员的态度和行为 也没有改变 总而言之 像政府政策 以及过去的行为模式 再加上文化诱发的 对受害者的认知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分析二战期间 德国大众对犹太人的态度 不能以德国社会对犹太人的认知 作为唯一的分析对象 而且呢 把最终解决方案 完全归于德国社会 强烈的反尤意识 就无法解释 为什么在东欧的其他国家 那些纳粹的合作者 他们在屠杀犹太人时 所表现出的残酷性 与德国人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呢 强调反尤主义 也就淡化了纳粹政权 谋杀其他受害者的残酷性 尤其是像德国内部的残障人士 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当德国纳粹 杀害这些德国的残障人士的时候 他们居然还未达到 人数的里程碑 而召开庆祝会 这种反人类的行为 是无法用反尤主义来解释的 是无法用反尤主义来解释的 反尤主义来解释的 反尤主义来解释的